HELLO,我是阿關 又到了每週星期日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先讓我們看看本週也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SEGA Games 宣布原作漫畫發行超過一部的漫畫 《肥豆神全》在9月5號正式上市啦 雖然不是動作類型的遊戲 採用的是回合制方式 但是遊戲的舉行代入感超好 更有多個場面的過場動畫 算是近期內還蠻有誠意的一部作品 西方魔幻冒險題材的3D MMORPG手機遊戲 《巨龍之奇》在9月5號正式上市 遊戲共有三種職業可以選擇 分別是影武者、機械遊俠、血流騎士 看看畫面 嗯…我很乖我不批評 樂意傳播代理的音樂節奏遊戲《鏡武團M》 在9月4號正式上市啦 享受最初的感動 要真婆的趕快動起來 安安你好幾歲住哪 2019年電競大廠 East for a world 年度經濟COSPLAYER 透過直播公布入圍名單 而入圍的有 Jessica Niquik Marc Hasquik Sneaky Lilogen 我絕對不會因為是穿得很可愛才接受的喔 韓國Neosun旗下高自由度 Kaman4 MMORPG Pedia 編年史 在2016年韓國遊戲展開放測試後沉默兩年 好不容易年初終於有了先鋒測試 近日傳出 Neosun開發副社長 鄭上元將離職 同時他所主導的Pedia 編年史 也將停止開發 哼…我等了好久 可惜了這款遊戲 萬代南宮夢娛樂旗下的刀劍神域 改編所製作的智慧型手機遊戲新作 刀劍神域 Azureation Rising Steel 近日開設英文官方網站 同時也同步開放了事前登入 雖然是最佛心的萬代爸爸之作 但是遊戲看起來完成度還是沒有很高啊 Bedanenko 簡直公開了 以生鬥士的星石為主題打造的 全新智慧型手機遊戲新作 生鬥士的星石 Shining Soldier 並透露出近期展開 Enjoy 版本的封閉測試 看起來應該會是直立屏幕 然後以3對3的方式 可以互相切換同伴來攻擊 感覺起來應該還好啦 在下禮拜又會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司呢? 康封MMO 手機遊戲《遇見神舟》 由代言人陳宇安將化身 《玄女們小師妹》 如無意外應該會在9月4號正式上市 號稱預先註冊已經超過20萬了 看起來應該不會免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由香港Modafone Game 與台灣和米斯遊戲共同發行的 大型多人MMO、RPG手機遊戲 狂M 近日展開了事前登入活動 遊戲的內容我是不知道好不好玩 不過聽遊戲名稱 我心裡就有一股聲音要跑出來了 《玩根》 《狂M》 《玩M》 傻傻分不清楚 由Unlock Game代理的 高顏值絕美仙霞 3D尋懶MMO手機遊戲 《九州新陳入》 預計將在9月11號正式上市 採用全3D建模以及場景 第一人稱視角 可以自由切換 感受一個真正的休閒世界 以上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